天狗时日是古人对于天空和神明的敬畏 而现在人们都知道了这些种日地月相对运动 造成的天文现象 日全时 那理论上太阳的直径比月亮要大400倍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在地球表面往上看的时候 正好月亮和太阳的大小因为距离关系是差不多大的 导致它能出现所谓的这个日全时 正好挡住这个现象 在宇宙中有这种巧合吗 那这一次我们想带着全新的VUXO3 Pro一起 把2024年的唯一一次全时拍给你来看 那我一根手指就可以挂住 这个手机真的非常现薄 我们会有三个视角来看这一场神奇的天文现象 有一组甚至会在澳大利亚在地球的另一端 我们会折叠地球去看看在日全时发生的时候的另一端是什么样 那就让我们和VUXO3 Pro一起来见证一下日全时的发生 车主啊 车主啊 日落好不好看 很好看 我们的任务是今天在日落之前 把地点却对完 把机器测试完 但是我们现在完成了哪一项 车足 小架都没抛出 至少文件长已经清晰了 日全时对我们团队来说 真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为了确保出片和信息准确 地面拍摄组 这次邀请到了星空摄影师 叶子怡大佬 来进行带队和选址 那么首先冒出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每一次全时发生的点都不一样 过去容易有这个误区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想象日时的时候 都会从一个俯视的视角去思考 但实际上月球绕地球的轨道 你看和地球绕太阳的轨道 不是完全重合的 相对倾斜大概五度 大多数时候 月球的影子你看都是这样 从地球的上方或者下方经过 不会发生日时 只有当星月刚好在这种位置的时候 月影才会落在地球之上 那其中阴影的大部分地区 只会经历所谓的日偏食 但在阴影的中心 有一块更小更黑的区域 太阳被完全地遮挡 那这里就是能看到日全时的地方 那随着月球的公转和地球的自转 阴影也会在地球的表面移动 形成所谓的这个全时代 那理论上算起来 从2000年开始 到2100年我入土的时候 日全时这个周期内 大概会发生68次 每次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7分钟 所以已经算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天象了 那如果你问 下一次在中国的日全时是什么时候能有 那根据这个动画推演 在2034年的3月20号的新疆和西藏 还有青海等少数地区 还有2035年9月2号的西北 还有北方地区 你都能见到 也就是说至少还有10年 我们才能在国内出现这个天象 那1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 真的有点长 所以这次我们想抓住机会 把它给拍好给你来看 那这个前提 其实本质上就是没有云的遮挡 我们才能拍 可是这一次日全时 你会发现整个全时代和云带 几乎是完全重叠的 根本看不到太阳 因此本来我们地面组计划是在 美国的德克萨斯州 这个达拉斯牌 后来天气一变 他们说行跑我们飞吧 飞到了纽约 然后天气它又变了 然后只能开车前往匹兹堡 然后天气依然会变 最终他们一路东行 三天内开了2500公里的车 跑到了美国的缅银州 也就是最为边境的地方 那等到赶到 所有人都已经骂了 那可能唯一的好处 就是路上他们建了不少的风景 BIO X4 3 Pro的大屏 也非常方便我们来查找信息 同时也很轻薄便于携带 帮助我们记录 这一路的变化 使用这些先进的手机拍摄日时 其实已经能出很多好的照片了 不过我们这次还想用一些特殊的方案 来拍一点不一样的画面 那首先这个东西是赤道仪 这个仪器在晚上 可以根据北极星调整极洲之后 白天就能够跟踪太阳移动 那太阳就能一直固定在画面里面 不会拍着拍着就飞出去了 那再就是日耳镜 它能过滤掉太阳发出的绝大部分光芒 只让日耳所能发出的光波通过 那这个狭窄的波段 能够展示出太阳表面更加精致的细节 当你把这两个设备加到一起 那么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太阳表面 这些设备你说好吧 那什么都好 那就是重 总共一百多公斤 被我们汗吃汗吃扛来扛去 跑了几千公里 所以地面拍摄组 必须要找一个点位来长期架设 才能拍到好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是意外来到绵银州的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只能到处去找这个点位 但是没有想到这里完全符合 我们对于美国的全部想象 所以在被吓尿之后 地面族本来打算住到野外去了 非常艰苦地生存下去 但就在准备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不远处一位叫做阿弗里的老先生 帮我们开了门 他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来进行拍摄 在确认了安全性之后 我们就走入了他的世界 阿弗里因为一次事故伤到了头部 导致他前脚说过的话 转身就会忘记 眼前也会突然看不见 而这里就是他的秘密基地 有着很多纯手工制造的东西 我们来了之后 他一直很兴奋地向我们介绍他的一切 把整个车库都让了出来 给我们进行筹备 而我们也向他发起了邀请 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一次的日式 所以我们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拍到一些素材 阿弗里也许第二天就会忘记今天的事 但是至少有这些素材 他再次看到的时候 也许还能想到些什么 地点 天气都已经完备 大家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 我们明天就设置在这 对 我们明天设置在这 这是一个完美的点 可以邀请他一起跟我们来看日式 让他记住我们 他记得住我们 我记不记得住我们 他一定会记住 都有影像 有存 而且是在探到最后一个点的时候 我才探到 马上日落了希望 最后的希望 而且这个地方最重要的 是在中心线上 我们有最长的日船时的时间 所以 这就是我这张特别特殊的机票 等一会我就要坐上这家日式航班 这个非常罕见的航班 去追太阳 那事实上以前就有科学家这么做过 在19几几年的时候 有一架协和号客机 也就是超音速客机 它以2.2马克的速度和日式一起跑 最终科学家看到了70多分钟的日式 但今天我们的日式 我不确定能有多少 理论上地面是4分多钟 但在飞机上 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我们的航线正确的话 应该能有7到10分钟的时间 让我来拍摄 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坐这艘飞机航班 最特殊的一点 也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段空拍日式的历史 所以这次航班 我还是抱有比较大的期望 上了飞机以后一直在拍拍拍 但是等到一起飞 我就意识到 这个不太对 这日式一开始 我就发现这个起飞的时间其实变了 即便我们做过调研 选择了合适的座位 但是因为时间的变化 太阳正好跑到了飞机的顶上 这飞机玻璃会造成大量的反光 而且更离谱的是 我知道日全式发生的时候会降温 但是没有想到在空中的变化会这么大 窗户外部因为太阳突然消失 会结出大量的冰晶 这让我非常的沮丧 全式发生的时候 几乎什么都拍不了 除了这个全式带来的圣光 这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倒是被拍到 明明很近 但是又很亮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解释一下 我这边铺接已经够爆炸了 那我们团队的另一位小老弟 因为延误连飞机都没飞起来 这个日式就快结束了 所以最后只能拍到这样一点点的画面 所以本来我们以为 这次空拍计划彻底就失败了 但是我的朋友王元宗大佬那边传来了消息 他们直接自己准备了一架飞机 能把舱门给打开来来拍 他表示他乐意展示这些空中的画面 巧合的是王老师他们这次同样也是用Vivo手机 记录下了全式的瞬间 而这才是真正的震撼 有了他的帮助 空中的画面才有了保障 所以非常感谢欢迎去关注他一下 相比之下地面组要顺利不少 在叶子怡老师的帮助之下 所有的设备已经架设完毕 晴空万里一拳石正在发声 这样我们缤分几路 先解决双炮同轴的问题 然后我再去架剩下的几台岩石 不会刷了吗 这客户的用机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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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天哪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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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ISO400 光圈F8 快门 四千分之一 开拍 对 越来越暗了 你多了 我 你多了 三 二 一 成功了 成功了 你喝 kes 差 是不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但是也有三四千摄氏度左右的高温 而在边缘这个新红色像火蛇一样的叫做日耳 和这个裂痕一样的暗条是同一个东西 只不过一个在侧面 一个在正面 那像这次全是能够看到最大的日耳 也就是这个 它的喷射高度能够达到数万公里 这些都是太阳活动比较活跃的标志 所以二十四年就是太阳重新开始活跃的一个极大气的开始 所以我们看就是很多什么地磁报的新闻 比如极光 极光 对 所以它只是这个时候更容易观察 但是它一直都在是吗 它一直都在 但是我们人类肉眼只能在日泉石的时候看到它 通过View Exo 3 Pro的长焦拍摄 我们也能直接在日泉石的时候拍到日冕 能看到太阳的周围 像是有一个光环这个毛毛的一圈 那日冕的温度也非常高 可以达到两百万能 是太阳表面温度的数千倍非常的不一样 那在日冕出现的前后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叫做贝利珠 它持续的时间正常只有一到两秒钟左右 由于月球边缘的环形山的缺口 没有办法完全遮住太阳 所以在月亮即将挡住或者离开太阳的时候 通过高速摄影机的慢放 你能够看到边缘像是这样 有一颗一颗的珍珠这样的小点在产生 而且亮着的光都在颤抖和晃动着 这个现象真的很震撼 但是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 为什么正好月亮和太阳在地面上看似差不多大呢 那答案就是目前普遍的观点 还就是说这真的就是一个巧合 我们现在确实还能看到日泉石 但是理论上在6.5亿年到14亿年之后 会出现最后一次日泉石 然后未来就再也看不到 这是因为月亮一直在以每年3.8厘米的速度 离开地球 但是根据我们目前人类的想象来看 好像也不用担心 我们人类的预期之中 几百年之内 月球已经被我们炸了 地球已经被我们挖了 引擎也点了 直接跑路去下一个恒星系统 看更带劲的日识 这几亿年的时间 谁知道呢 但是在日泉石的时候 比如通过贝利珠 然后通过这些 你可以真的感觉到 星体在运动 我们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 我们跟它是连接的 你有感觉到吗 而且其实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观察 比如说刚才我们每一个人 都看了一次日泉石 但是如果我们让每一个人 去形容这次日识的感受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对吧 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所以这就是我们记忆的珍贵之处 这次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 有一点意思的实验 我们想知道 在日泉石发生的同一时间 如果把这个地球这样折叠一下 再跟它地形相对 另外一端再发生了什么 会有什么变化 而这附近正好就是 澳大利亚日出的时间 我们的朋友大马猫本老师 正在跟我们看着 同一片的天空 我现在正在是摩尔本 然后现在呢 别看我身后是有点云在 但我正前方 马上就该日出 我有一组朋友 正在地球另外一端 正在拍摄这个日泉石 而我是在摩尔本 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 看到此时此刻太阳的升起 我觉得跟一帮朋友 在同一时间干同一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叫什么千里共产捐 明月几时有千里共产捐 不对 明日几时有千里共产捐 我们也拍摄过好几次日出了 看日出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感到平静 这一次少许带了一点神奇的色彩 同一时间在太阳被遮挡的时候 它在这个地方却是正常身体的姿态 那在这里正常的新的一天 开始 这次令我感触最深的是 人类不可能掌握天象 但又恰恰因为这些自然现象 在人世间会产生很多意外的交集 它很兴奋的 帮助了帮助了帮助了帮助 他从中国来到来 来收到的录像 专门救了我 地面上我们团队也和阿福利的一家 许下了再次相见的约定 希望他能够记住 在这次旅途之中 我们待在和旧的人重逢 和新的人相遇 我们所度过每个平凡的日常 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 我说其实 日全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跟老朋友重聚 然后已经拉新朋友入口 哇 哇 是很棒的 这都是你的练习的吧 我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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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酷 我说 生命是很严重的 借助Vue X4 3 Pro 的强大影像能力 让我们可以从容地拍下 2024年唯一的一次日全时 并且画质还相当的优秀 曾经拍一次日时 需要准备无数繁杂且沉重的设备 但现在只需要一部折叠屏 就能得到一张十分不错的照片 或许这就是影像科技的进步 它轻便的重量 使得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和地球另一端的伙伴 沟通工作 一同去记录下同一片天空下的不同的旋律 那时间 空间 距离等维度 在这一刻被一一打破 折叠地球 跨越千里 共同去见证宇宙的壮谱色彩 留下属于我们的印记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期节目的朋友也欢迎给我们点赞 转发一波 发给你的朋友们看看 如果他喜欢天文现象的话 希望你觉得这些有点意思 那么下期 再见 在那边不要